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背上则趴着一只狗狗,两者形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,据悉,照片中的狗狗,是杰瑞特在骑行过程中遇到的,他当时刚出车祸,断了一条腿,还患有皮疹,肋骨清晰可见,杰瑞特动了侧隐之心,并决议将其被汇市区看病,在此期间,他还为小狗找到了家,在返回市区途中,杰瑞特和小狗,遇到了从缅因州来的安格列, 我和其他骑自行车的人给他泪水,我们知道不能把狗留在树林里,杰瑞特称,这只狗狗太过瘦小可怜,不仅是他,团队中的其他人也想要帮助狗狗,但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只是自行车,并不方便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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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